今天你几岁了,你问我几岁了,今天几岁了,我四十岁了,你几岁了,不四岁,你四十岁了,你净吹牛,你还不到两岁呢,还有八个月。 今天要带云朵上大河边,出发吧,出发吧,我们去河边干嘛,为什么要捡石头啊,因为不懂啊,因为家里多了新成员,我给云朵买了几条锦鲤,买了个小型的鱼缸, 这会儿我们要带他去河边,捡一些真正的河流石,给鱼缸做一个不景,2023年的10月8号,大家都上班了吧,我们这已经进入旅游淡季了,今天还是旅游的人还是很多的,从6月9号一直到10月7号,几乎都没有停止过,昨天算是人少下来了,昨天 昨天,昨天只住了一个房间,今天就不用那么忙的收拾房间了,就准备带上我妈,带上我妈一起跟他孙女去河边玩一会儿。 终于可以休息了,加油,爬都爬不上来了,前两天腿傻了一下,不过已经治好了,去医院拍了片没事儿,找了一个那个会挣骨的挣了一下。 我们出发吧,看看奶奶来着,高兴,哎呀,真厉害啊,奶奶上车真厉害,是吗,走吧,出发吧。 这车又没坏了,你为什么让你修一下呢,你还说我的车开的不稳,你要买个小车自己开,哎呀,你这个小孩还不相信吧。 到河边来想玩去呗。我们还去昨天那个地方吗,好吧。 你还哦。 昨天你没看到火车啊,火车哪里去了。 开走了,看不看见? 快点。 看点火车啊,好不好,尝不尝? 好。 他能把我半倒? 他能把你半倒? 这车还能把你半倒了? 你能把这车半倒吗? 你啊。 我过河了,云总啊,我们要过河了。 这水河挺深啊。 到地方了。 下去玩了,那你穿暖和一点啊。 要急了。 你着急了。 你着急了。 着急了。 你跟普拉多一样,这急性的。 过来,普拉多。 过来,自己笑。 你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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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把东西拿下来呢。 拿了一把锯,咱们锯点木头。 你也有锯。 你有锯吗? 你都有啥都有你。 家里就。 把那小帽戴上,等会。 哥,爸爸多有锯。 你不动、不动。 衣服没锯完呢? 衣服倒有小事,不用太锯。 坐,坐。 可以可以可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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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帽子 戴这个帽子 我想在这个衣服上写拼人字母 在衣服上写拼人字母 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爸爸衣服写拼人字母呢 戴好了 坐好了 都掉下来 你嘎车吧 不用去嘎车啊 为什么 好了 我抓给你抓下来 厉害不 去吧 跟奶奶玩去吧 奶奶看来 你别拿据 你们走远点把关门 你爸爸把剪好看的石头啊 伯伯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以前还是满目的金黄 五花山色 如今啊 荒涂涂的一片 除了那些常年不掉叶子的张子松以外 其他树种已经褪去了 短暂的繁华 让他们娘仨去玩吧 我得干点证实啊 我要弄点树枝树堆 给鱼缸布景 还要装点沙子回去 这个树啊 大家看好 阿林不是乱款乱罚 这个是大河冲上来的树墩子啊 咱们此视频为证 朋友们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可不是 不是在森林里面什么去砍伐那些树木 你们看 它已经是被大河水冲到沙滩了 已经是枯树了 我就据点拿回去布景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带着飘沙在车摇 缓冻 他终于聚下来了 你看看 这是什么树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树 来 看看这是什么树 你站起来 你看这是什么树 拿着看着什么树 这是什么树啊 白花树 白花树是哪个国家的果树啊 俄罗斯的果树 俄罗斯的果树 哎呀真棒 爸爸哥们啥 我可以录你吗 我能录你吗 我去录帕拉多 你去录帕拉多了 帕拉多 这边录你 录帕拉多我照顾你 不拉多照顾 不拉多跑了 看不看到这不拉多 不拉多跑远了 这水多轻啊 这还有个小码头 那个放河里的感觉 让它出来 我们看能不能捡到玛瑙 黑龙江边是有玛瑙的 看这么大的河滩 这么多的石头 这是爱养鱼的人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 真实福利 简直这么多 挺好看的吧 这留着做假山 这个做 这个画木还比较浸泡 在里面固定好 我们玩好了吗 云端 那我们回家吧 回家好吗 回家好 爸爸问你白话书是哪个国家的果树 是哪个国家的果树 真棒 回家了 坐下 我会在哪里 我会想看 我会想看 如果有个人 老婆,你别吵吵啊,没有睡着了 正好给它逛得很好了 我去我去 嘿,我看你瘦一瘦 回来的时候故意开快点把它点去找 大姑娘,看哪儿吧 开大姑娘 先放这床 哎呀,这么多热身空间 你睡吧,云朵 把雪给你补鱼缸 补完井以后你醒来你就能看到漂亮的鱼缸了 包面有什么,把汤匙放在旁边 给你放在旁边,然后再放在旁边 怎么样,放在旁边,味道不一样 我妈说这个白花树会让鱼不舒服 甚至会把鱼害死 我也不知道 朋友们啊 这次我就没有听老人 虽然说阿林是第一次养鱼 但是我觉得养鱼的大乐趣 不就是不停的实验吗 不停的折腾吗 根据自己的喜欢去布景 没关系的 跟着我的鱼都跟我一样命硬的很 他既然敢吃这个花树皮 我觉得他就消化他的能力 好了 不说那么多了 已经不完了 总归等云朵醒来 他一定会很喜欢他爸爸这个布景的 这个白花树我觉得就是点睛之笔 不接受反驳